活动出来的其实是有一些微妙的化学气氛 化学的变化是已经发生 但是我也必须很遗憾的讲 到了六年后的今天 虽然我们有一点进步 但是我必须说在这个时间点 我再来谈这样的议题 我会觉得我是很痛苦 而且很错乱 为什么我比六年前更痛苦更错乱 因为六年前其实只有一件事就是好好做 诚心诚意的做不要想太多 因为那个时候太烂 但是六年后的现在环境很复杂 怎么说 比如说我为什么现在来谈 我既痛苦又错乱 因为这个第一点 我仍然体验到 所谓的媒体自律是不会自己发生的 如果不是各位在座的 公民多么的重要 乐听人你们多么的重要 你们要不断的监督绝不要放弃 而且你们要越来越内行 你们要更内行的监督 更持续的更坚定的监督 因为我们也不聪明 这里面还好有大华 如果没有这些法律的话 请问这些所谓的媒体自律会发生吗 会有人对儿哨的这些权益 会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上去思考吗 我觉得这是确实是作为专业媒体人的悲哀 那也真的提醒各位 各位的角色非常重要 太重要了 那但是 而且我也必须回到 就说这样的状况 其实在六年前对我来说 六年前各界